这十年来台湾总生育比例不断的下降 甚至还有很多人被不孕而困扰 不过事实上现在台湾人工生殖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能够等到自己可爱的宝宝呱呱落地 听一听清脆响亮的哭声 是很多不孕夫妻最大的梦想 台湾夫妻生活压力大 许多人都受到不孕问题的困扰 近十年来台湾总生育比例 更是从1.4%递减剩下0.9% 其实台湾生殖技术已经成熟又进步 靠着科学方法 医师已经可以解决不孕的问题 他在这一边 当然在开始他是没有办法没有听着 但是他因为利用音乐本身的Vibration 他的振动的音乐 然后让这个可以来有这种感受到 能够使这小孩子以后生下来以后 那么能够比较有这个音乐饲养 很多人误以为不孕是无法治疗的 医师也透过医疗精密科技 让我们可以探究不孕的治疗 到底有多么厉害 将胚胎的卵壳以雷射光切割仪 在卵壳上切出一个小洞 再用8000倍的显微镜挑出身强体壮的精子 当配对成功的时候 让胚胎在植入患者体内时 更容易在子宫内膜上灼床 信心耐心以恒心 是你治疗不孕的成功的一个首要要件 那么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呢 那么就可能了 你这个治疗会半途而非 没有耐心的话 可能治疗一次就失败 那么你就会错过这个卵巢 良好的一个卵子的各个机能 台湾治疗不孕的成熟技术 让许多国外的不孕夫妻也慕名而来 诊所内密密麻麻的感谢状 还有试管baby的可爱照片 医师也提醒 女性的卵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品质下降 把握黄金治疗期 接受治疗规别不孕 传中接待不再是大问题 东森新闻夜红解 肖光志 陈嘉玲在台中报导